生命纪27章1-26节 主题 以巴露山上的祭坛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读生命纪第27章 主题是以巴露山上的祭坛 耶和华神是首约诗词爱的神 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 神一次又一次地与他的选民以色列立约 将他的应许和祝福赐给他们 圣经中常提到神是亚伯拉罕、以萨、雅各的神 是因为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与他们立约 以色列的先祖们以竹坛献祭回应 到了数百年后的摩西时代 神继续小遇以色列民以庄严的仪式与他立约 在西乃山下 神第一次与以色列民全体立了西乃之约 有正式的约书被写下 有献祭、有全体百姓大声的回应 40年之后 第二代的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摩西将立约的事告诉百姓 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后尽快执行 好让他们尾声于神的约 活在神的应许之中 本章记载了在应许之地立约仪式的前半部分 包括了在以巴鲁山上历史记录重生的律法 竹坛献凡纪和平安纪 祭司宣告违约的咒诅 下一章28章 则是整个立约过程的后半部分 重点在守约的祝福 生命纪27章第一节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27章第二节 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满上石灰 27章第三节 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流南与密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生命纪是摩西的临别赠言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百姓 要遵守神的一切诫命 每次都有众长老一起做见证 这一次也不例外 第二节 摩西要百姓过了约旦河的当天 就要历史记录所有的律法 表明这件事的急迫性 从约书亚记的历史来看 以色列民在过了约旦河之后 的确立刻就用约旦河的十二块石头 立在吉甲以示纪念 但在石头上记录律法的任务 是在他们攻克了耶利哥成 和艾成之后才完成的 在几块大石头上记录律法 不是直接磕上去 而是先在石头上涂上一层石灰 也就是漫上石灰的意思 然后再在石灰上刻写 这样容易得多 在第四节中 摩西指定百姓要在以巴路山上 立石竹坛 从地理位置来看 以巴路山在世建城的北边 吉利西山在世建城的南边 世建城实际上是位于以巴路山 和吉利西山之间的峡谷地带 是整个迦南地的中心 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第一站 就是世建 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创世纪第十个章第七节 摩西让百姓在世建 历史筑坛可谓用心良苦 他要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知道 他们的信仰是世代相传的 先祖的神也是他们的神 他们进入流南与密之地 是神的应许的实现 第五到第八节里 摩西特别吩咐百姓 不可用铁器凿石 要用没有凿过的整块石头 煮耶和华神的坛 这是有典故的 是遵照了西奈山立约时神的要求 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第25节 你若是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过的石头来建筑 因为你在石头上一动用工具 就把坛污秽了 竹坛之后县的凡记和平安记 代表了以色列民向神全然的尾声 以及与神同在的喜乐 这个庄严的仪式再次提醒我们 每当我们思想神的救恩 和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时 我们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全然奉献自己 我们有没有感到与神同在的喜乐 让神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呢 我们是否有将神的诫命和话语铭记在心 并谨守遵行呢 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 1980年考古学家在以巴路山 发现了一座主前15到13世纪的祭坛 这祭坛不是照着迦南人的样式煮造的 而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砌成 里面堆满灰和泥 没有用台阶 而是有一条坡道通往底部 从祭坛下层的动物化石鉴定 这座坛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后 在以巴路山所建的祭坛 生命纪27章第九节 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于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27章第十节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两节经文所启示的因果关系相当重要 以色列民是因为有立约百姓的地位 所以需要顺服神 神的百姓的身份是神白白的赏赐 而不是靠人的行为赚得的 顺服不是立约的前提 而是立约的结果 同样 新约的信徒都是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并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 但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既然蒙招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招的恩相称 一幅所书四章第一节 十一到二十六节 记载了以色列民在许之地与神立约的壮观场面 摩西吩咐百姓在立约的同时宣告祝福与咒诅 站在南面基利新山上的西缅 利未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便亚米六个支派 为以色列祝福 后来都定居在耶稣列平原以南 站在北面以巴鲁山上的流便 加德 亚瑟 西巴伦 但 拿福他利六个支派 宣布咒诅 他们后来都定居在耶稣列平原以北 这里的细节有点意思 宣布祝福的六个支派 是利亚与拉杰的后裔 站在以巴鲁山上 宣布咒诅的支派 包括了失去长子权力的流便 利亚的幼子 西布伦 以及婢女所生的其他四个支派 但这并不是在说 以巴鲁山上的支派是受咒诅的 而是说凡不遵守神的诫命的人 都是该咒诅的 当利未人宣告咒诅时候 所有的百姓要在每说一次 咒诅的话后说阿们 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 他们如此回应 表示负起自己行为的责任 违背律法者再没有任何借口 这些咒诅也从另一方面 严肃地表达上帝的应许 任何轮 不论是在明处 还是暗中行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将遭受神的惩罚 这些限制并不是威胁恐吓 只是对神的子民爱心的警告 第15-26节说出咒诅的话 这些咒诅是由于拜偶像 不孝敬父母 不诚实地挪移灵舍的地界 欺骗瞎子 欺负穷苦无助的人 行各种的乱伦 与受迎合 暗中杀人 受贿赂 害死无辜的人 不遵从神的律法 从这些相当具体的罪行中 我们可以看到十戒的影子 但比十戒所涉及的罪更加隐蔽 前十一项 十五到二十五节 通常都是暗中进行的罪恶 第十二项 第二十六节 犯指所有的罪恶 这些都是为了提醒当时的百姓 也包括今天的信徒 隐藏的罪 虽然不容易被人发现 但耶和华是检查人心的神 犯罪者必受咒诅 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 就会知道约书亚是如何执行摩西 在本章中所吩咐的立约仪式的 弟兄姐妹 本章是摩西在摩押平原发表的 第三篇讲章的开始 第一篇涵盖了生命纪一到四章的内容 回顾以色列的历史 第二篇从第五章开始到二十六章结束 重申律法的细节 第三篇是摩西展望未来的演讲 是他呼天唤的见证 将生死祸福成名在百姓面前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选择生命 选择祝福 弟兄姐妹朋友们 在短暂的人生中 我们都面对过 也做过许多的选择 从结果上看 有的选择是对的好的 有的可能让我们后悔 但也无关紧要 唯有在选择顺从神 与背逆神的这件事 我们不可含糊 因为没有中间地带 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是关乎祝福和咒诅 永生和永死的选择 求主帮助我们 存敬畏的心 跟从神 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话语 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 再大声的阿门和承诺 都是靠不住的 然而 我们纵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摩太后书 二章十三节 神是永远信实的 只要我们与神所立的约中 做好我们的部分 那就是遵行神的话语 单单地来敬拜 侍奉他 神的应许和祝福 就必追随着我们 直到永远 阿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谢谢你再次将以色列民 在应许之地 与你立约的仪式 摆在我们面前 好让我们得着敬畏的心 我们知道 你所吩咐的都要成就 不论是祝福还是咒诅 求主帮助我们铭记 并喜爱神的律例典章 犹如以色列人 将律法刻在 大石头的石灰层上 我们立志将神的话语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并谨守遵行 圣灵 求你来光照我们 除去我们一切 隐而未现 行在暗中的罪恶 好让我们远离咒诅 得享祝福 谢谢主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姐妹 谢谢您的收听 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 不论你在哪里 神的恩惠平安 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